大家好,我是焦卷 欢迎你们收看今天三分热度之影评 今天我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暑假的预料片 和我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些小细节 今天我们来到了Starbucks 因为天气很热 所以来过来避暑 然后我点了一杯不加糖的绿茶 结果他给我上错了 在同时他又给另外一个人做错 所以他就免费送给我的一杯 这个巧克力一样的东西 后来我正确的绿茶上了以后呢 发现他还是加了糖 不过我算是用了一杯的钱 喝了三杯的东西 所以我要把它们全部都喝没 这样才比较对得起 暑期的电影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娱乐大家 然后让大家很热闹 他呢就是比较着重于视觉方面的享受 而缺少了一些比较需要动脑筋的情节 他会集合很多大明星大场面 还有很多大动作 为了就是要娱乐大家 所以第一部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Salt Salt呢其实就是显眼的意思 而他其实在这部电影中呢 是女主角的last name 不知道到时候翻译成中文 会不会变成显女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搞笑了 总之呢 Salt的女主演是Andolina Jolene 大家知道的大美女 然后她平常演一些动作片 她在这里面饰演的女主角呢 其实是一个中情局的情报员 由于她被陷害 她被怀疑成会去刺杀总统的女杀手 所以她就被迫踏上了逃亡的路 然后需要在这过程中继续去保护她的家人 并且她希望找出真正的凶手 我想情节方面并不是很重要吧 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原因 应该是为了想看漂亮的Andolina Jolene 来演那些打斗的镜头 比如说狠狠地踢很多男人的屁股 关于这部电影的小内幕呢是这样的 本来呢 片场是想要求Tom Cruise来担任这个男主角 可是Tom Cruise说她演了太多间谍的故事 包括谍中谍之类的 所以她就拒绝了他们 然后呢角色就变成了Andolina Jolene 这也是第一次性别方面的转换 从男主角变成女主角 但是应该很好吧 因为Andolina每次演这种角色的时候都很真实 而且很过瘾 好的 说到了Tom Cruise 那她是不是就不演间谍片了吗 不是的 像大家知道的 我也以前跟大家提过 她会和Cameron Diaz合作一部叫做 《Night and Day》的电影 而她为什么要演这部电影呢 据说当时只有Cameron Diaz一个人去接这个片 但是呢 Cameron后来就邀请了Tom Cruise来和他合作 所以其实Tom Cruise是来帮朋友啦 然后他们进了片场以后 在剧本上面做了很多的改动 据说现在剧本已经和以前完全都不一样了 好了 说到了帮朋友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部电影呢 名字叫做《Karate Kid》 就是成龙演的 成龙和一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是谁呢 他就是著名的演员 黑人演员 Will Smith的儿子 J Smith 这对父子呢 也曾经合作过一部叫做《Pursuit of Happiness》的电影 这次成龙呢 就像是帮小Smith演出一样 他们两个一起合作 关于这个电影有一个小细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名字叫做《Karate Kid》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美国1984年 日本功夫电影的remix remake 然后他的名字也没有变 但其实成龙和小Smith合作呢 他们的拍摄地点是北京 然后讲的也是中国的功夫的故事 所以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点奇怪 其实应该叫《Karate Kid》 因为是讲中国功夫嘛 不知道以后小Smith 他的演艺事业 会不会像他爸爸一样那样辉煌呢 所以今天的影评呢 其实是三部电影的预告片 因为他们的预告宣传做得都非常好 所以我希望他们也能拍得很好 这样的话就不辜负预告片了 不知道大家比较感兴趣哪一部呢 请留言告诉我们吧 然后我要想问大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们觉得关于《Karate Kid》这部电影 他们在名字起名字方面的疏忽 是不是可以被原谅的呢 这就像是一个日本料理店 名字很出名 但是它里面卖的都是中国的食物 这样岂不是帮日本的料理做宣传了吗 告诉我们你们对这个话题的想法吧 这就是今天的影评 拜拜 我要继续去煮供这三杯茶